在世卯月补选中参选的社会主义党 到底有什么丑闻要爆料 这里说的就是有关政府推出的 My Salam健康保险计划 这项政策由一家私人保险公司 投入20亿令吉的资金 并且负责B40低收入群体的保险所长 然而在野古马认为 My Salam和美国的健保计划有所相似 可能会鼓励国人成为保险公司的客户 进而导致国家医疗服务私营化 与其让保险公司获益 再也古马建议由雇员工基金局 或者社会保险机构管理国家健康保险计划 所以我们的模特儿是国家的模特儿 不同的差距是跟其他人的 人们的财务和财务 其他人的财务和财务 但其他人的财务 所以其他人的财务和财务 在马来西亚的财务和财务 财务和财务和财务 社会保障财务 MySalam保险计划 主要是协助B40低收入群体 获得医药保险保障 投保人被证实患上36种严重疾病 可一次过获得8000令吉的保障 受保者入住政府医院 每天可以获得50令吉 每年最多可以索长700令吉 所有获得生活援助金的受贿者 将会自动获得这项保障 因此在古马担心 数百万人的个人资料 将会因此外泄 也不确定 数百万人的保障 数百万人的保障 你认识到一天 一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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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趁着来临的世贸月补选 在古马希望当地的选民 能够善用手中的仪票 告诉政府要以人民利益为先 不要将医疗服务私营化